这个网址的话当然它的位置 基本上我们可以按滑锁右键 因为我点了之后它就跳另外一个这个网页 基本上它的连结就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我们按滑锁右键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复制连结 那你其实将来如果你假设要抓取某一个 某一个按钮的连结的话 那你可以点右键 利用复制连结网址的方式 把那个网址给记录下来 那第二步的话就是直接把它放在request.gat后面 刮符双引号里面 那就表示说我要抓取它 但是不是说另外跳一个网页 因为其实request是模拟一个浏览器 只是说它看不到而已 它有点像是虚拟的一个 其实request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浏览器物件 也是OK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浏览器的一个物件 它的作用是怎么样 就是像浏览器一样 去帮我们抓资料 只是说它抓到的资料 并不是像浏览器是秀出来 而是放在一个物件里面 也许我们叫HTML物件吧 那如果抓到之后的话 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当然我要解析它 那也要怎么解析 对不对 注意哦 再来的话当然每一个 对不对 虽然它叫Jason的档案 可是呢 以后不见得每一个Jason的档案都会 结构会是一样的哦 有的可能就是全部都大瓜糊 有的可能是外面包一个中瓜糊 里面是大瓜糊 所以你有时候要懂得所谓的建招拆招 那所谓的建招拆拆 就是说第一个你会发现 它的开头是中瓜糊 结尾的话也是中瓜糊的话 有没有 这个结尾 那你就需要 所以你会发现它跟那个Python的串列 概念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 它就跟你讲说 我这个就是一个串列 有没有 Jason其实也可以 完全可以跟Python做搭配 然后呢 再来第二个 那串列里面的话 就是一个资料 一个资料中间加逗点 所以你会发现 你再去观察 第二个 它的结构一定是一个资料 什么资料 你会看从这边到这边 一个资料就一个大瓜糊 中间加逗点 那你会看这个大瓜糊 我前面有讲过 其实这个所谓的大瓜糊 在Python里面的形态叫字典 就是Dictionary 那字典的概念 就有点像查字典 不是就是哪个字的意思 哪个字的意思 所以它里面的概念 哪个字就是key 哪个key 然后里面放什么value 什么值 有点像哪个字的解释 不过它这个概念 比较像资料库 key就是它的编号 value就是放什么资料 有点像 所以key 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 有点像资料库里面的栏位 栏位名称 什么栏位名称呢 就是第一个概念名称叫Size 它里面就是哪一个 应该是什么 网站嘛 哪一个站 Size就是站 在屏东 County就是县市 PM2.5就是它这个PM2.5的池是多少 而且你会发现前后都是 这个所谓的双引号 中间的话一定是加豆点 这个就是字典的结构特性 一个资料 key value中间加冒号 然后第一个key value 第二个资料的话 那就中间一样加豆点 然后第二个资料 所以它的栏个名称叫这个 哪一个站 哪个县市 PM2.5 然后这什么 应该是create的这个data 就哪一个时间产生的 itemunit就是应该单位 它的单位是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它几个栏位 1 2 3 4 5个栏位 所以你会发现下一笔资料 中间加豆点 你会发现下一个又是一个大瓜图 你会发现它的key都一样 哪一个站 所以你可以把前面的key当栏位 什么栏位 现在的话我希望怎么样 把这些资料 读下来 读的话很简单 如果我要读取它的话 特别注意我们可以在这边 前面一样import request 请request帮我做get的动作 把后面这个网址我刚刚讲 按右键 右键复制 然后把它直接贴上 贴到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网址 再来的话我们可以 把这个读取到的东西 放在html物件 html物件里面的一个属性 叫做.test 特别注意 因为它里面来的资料呢 是长这样 其实特别注意 理论上它过来的东西 应该是一个自串 前后是会有自串符号 头自串符号 尾巴也是自串符号 所以如果我要把这个自串符号拿掉的话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外面加一个evil 这个就是把前后的自串符号拿掉 那就是什么 留下的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list 有没有 这里面是中瓜 因为我把外面的这个算号拿掉 那接下来的话丢过来 就会是一个list 那这个list的话呢 把它print出来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呢 当然我抓到的话 那理论上呢 应该就会是什么 我把这个print出来 那就会是我们在那个网页 执行一下 OK 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网页上看到 中瓜壶 里面一个大瓜壶 有没有 然后里面就是这些东西 只是说因为没有执行 那最后一个就是后面一个 一个结束的中瓜壶 OK 就是这些资料 但问题来了 可是我今天 我要如何把这些东西做分割 把它分开来 然后分开来之后的话呢 取得我要的资料 并且放到资料库里面 该怎么做 所以接下来的话 特别注意哦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后面的话 基本上就跑一个回圈 什么样的回圈 特别注意哦 因为里面的话 在这个是一个串列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串列里面的每一个字典 我要一个一个把它取出来 所以如果在这个 这个串列里面的每一个字典 通通要取出来的话 那其实我们可以用for each的方式来写 for each哦 那for each的写法基本上的话 就是for each 后面其实应该加一个h 每一个 这个变数是自己取的 叫dict 这个变数 后面加一个in in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串列里面 意思就是说哦 我要把这个中瓜糊里面的每一个大瓜糊 通通取出 因为你看大瓜糊 它一定是一个大瓜糊 豆点 大瓜糊 豆点 这也很难写哦 反正里面就是一定这样的结构哦 然后一个一个大瓜糊的方法 取出来之后 放在这个变数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变数里面就是这个大瓜糊的东西 哎 那我们需要的部分哦 其实因为它有key跟value 其实说真的呢 我们不需要key的部分 不需要栏位名称 因为栏位名称 一直重复嘛 我只需要后面的那个就是value 所以呢 如果我只需要把那个资料抓过来的话 那接下来哦 特别注意哦 我们可以利用了dict 这个变 这个其实一个什么呢 一个字典的一个变数 那后面只要加一个点values 小瓜糊 这个意思说 我取出什么 取出这个串列 比如说我现在取第一个的话 那取过来就是这个里面哦 特别说我不要前面的key 而是取到这一些东西 也就是这个是会先取到屏东琉球 然后在屏东 然后16 还有这个形态 前面的key 我不会拿到 我只要后面的 OK 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一个list里面 所以如果我把它print的出来 你会发现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它就会直接什么 帮我把什么呢 把这里面的所有的value哦 这个先不要print 不然我要干扰 OK哦 那你会发现哦 他就会把屏东有没有先取出来 屏东琉球就是那个size里面的东西 然后再把屏东 其实哦 只有取什么 取那个后面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呢就不取 那你会发现这个感觉已经跟 最后我们要的有点像了 有没有 所以哦 甚至哦 你们可以想想看 其实一般 常常会遇到就是说 一般user他洗 他当然你如果给他jason挡他一定会封掉 这什么东西 所以他可能想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把jason挡转成csv 所以哦 待会也许哦 我们可能会希望把这个jason挡变成两个东西 第一个帮我转成csv 存档 第二个的话呢 帮我把这些资料呢 写到资料库里面 那其实如果他已经是个串列的话 写到资料库就简单 应该有没有 这个前面我们有做过哦 OK 那可是如果说把它转成csv的话 这应该怎么做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如何先把这些资料先抓下来 好了 画面先滑给各位试一下 待会我们做两个部分的练习 一个是把抓下来的资料 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它再转成csv 如果要提供给一般user用的话